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郭晶晶 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PolyU 跟大家聊聊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母亲 有三个小朋友 我希望他们可以健康地成长 读书认真读 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妈妈年纪也大 也希望家人身体健康 有好的身体 我觉得就是一切 在人生每一个不同的阶段 从做运动员 退役到为人妻为人母 我觉得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 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作为运动员 我是很成功的 但是作为一个母亲 其实我也是从有第一个孩子 在慢慢 其实也是跟他们一起成长 一起学习 我来到香港也十年了 刚刚来是人生地不熟 什么都不懂 去哪吃饭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怎么跟人沟通 因为做运动员的时候是比较封闭相对来讲 多数都是听教练的啊 但是来到香港是不同的 很多时候我要去认识新的朋友 怎么样子跟大家相处 怎么样子去跟大家沟通 那也跟小朋友一起学广东话 那所以我虽然发音不是很准 但我现在也是可以用广东话跟大家交流的 作文素材 来证明我有可以让他们去学习的地方 那我也希望他们可以通过了解我的故事 去激励去鼓励他们 在他们的学业也好啊 之后人生也好 对对他们有所帮助 我感觉就是非常的荣幸郭靖金老师能够回答我的问题 因为他回答的首先就是非常清楚 因为我问的问题就是 他如何去回应别人对他的期待 他就直接告诉我说 我只要就是脚踏实地 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可能就是不要再想一些别的事情了 就是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然后向他学习 就是主要就是能够把自己投入到学习当中 然后不要去为外界所干扰 就是在讲座的过程中 郭靖金女士有一直提到 她面对挫折一些态度 然后如何去克服一些困难 然后对于我来说 在目前的学习期间 可能能够接见她的一些经验 经验这些丰富的阅历 来为自己提供一些动力 我觉得就是在听讲座的时候 郭靖金女士有提到 自己的梦想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 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也是目前我们作为研究生 然后也会在人生中面对的一些问题 在她的这个回答中 我也是受益颇浅 也会对自己未来 在现实和梦想冲突的时候 做一些抉择学到了很多 然后通过这次演讲 也非常有幸能够看到 来参加郭女士的这个演讲 然后通过她的演讲 让我明白了 就是在梦想与现实中的选择中 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坚持自己的梦想 并为之付出努力 然后在回应他人的期待上 我们并不需要为此抱有很大的心理负担 只要做好自己应当做的 我们相信大家都会在日后收获美好的结果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